决定没有分别 决定没有止住 这样就对了 提心不可量 提就是心 心就是提 为什么说两个呢 说两个有两个的意思 提是性体 这个意思 性 是能性 提是物体 是所性 能性的是性 所性的是物质 我们佛法讲色 所有一切物质之体 这个物质从哪来的 包括虚空 新鲜的 新就是新的 能性的新鲜 不可量 不可量 不落在数量 它不是数量 不能用数量来说 这是不可量的意思 为什么呢 它没有大小 你要说大 无穷大 没有边际 中国人常讲的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这两句话说的好 大没有边 小没有内 没有边好懂 没有内不好懂 我们读了华严经啊 才知道什么叫没有内 以前读这一句 读这一句的时候 就是含含糊糊的 这个经上告诉我们 小是微臣 大是宇宙 宇宙是新鲜的 微臣也是新鲜的 所以它的体液都实现 因此 整个宇宙 不大 业列微臣 不小 微臣跟宇宙相待 这个就难懂了 怎么叫其身无敌呢 微臣里头有世界 微臣里头有宇宙 那个宇宙跟外面宇宙 一样大 微臣并没有放大 宇宙也没有缩小 什么原因呢 化而如实 这一桩丝 现代科学家 发现 那用科学家的说法 能解释 但是科学家的时候 还没有佛法 讲得这么透彻 科学家现在说 我们这个宇宙啊 是爆炸的 这个现象是个爆炸的现象 宇宙现在还继续不断地在膨胀 膨胀当然就是爆炸的现象 那爆炸当然有个东西 什么东西爆炸出来的 科学家称这个东西叫原点 那原应该是原始 宇宙原始只有一点 这一点很小 小到真的像我们佛经讲的 微臣 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科学家告诉我们 他们是从数学里头推算出来的 这个原点都大 中华盛博斯 有一篇讲演 这是根据美国太空总署发表的 这个原点呢 它是我们的头发 假如我们的头发呢 是这么粗 这是好讲话是 把这一根头发切断 切断呢 它也是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就有直径 直径上可以排这个原点呢 排一百亿个 那是宇宙的原点 每一个原点爆炸就是现在的宇宙 这很像佛经上讲的 微臣里头有世界 那我们想想想呢 好 假如我们现在这个宇宙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宇宙 是一个原点爆炸 我们想想 现在我们宇宙里头 这个里头有没有原点呢 肯定有啊 那有微臣呢 微臣里头又有宇宙 宇宙里头又有微臣 微臣里头又有宇宙 其小五内呀 永远没有止境 佛师 谁能入这个境界呢 普贤菩萨 明信尽信 才能欺入这个境界 这个是 心信的作用 这个作用是自然的 不是造作的 佛法里面讲 发而如是 发而如是的意思 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心信 不可量 心信 所限的 色相 也不可量 现现的色量 就是物质 心跟无 是一 不是二 我们学佛的人 大概心经常常念 诸位都在心经上念的是 色不于空 空不于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那个色 那个色就是我们今天讲物质 他讲的空 就是我们讲的体现 你看佛在经上讲的 星星 跟物质是一 不是二 色即是空 星星 就是物质 空即是色 是 我说 诚 诚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